据美联社二时报道 乌克兰官员表示 将对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展开调查 此前俄罗斯方面称 这些视频显示乌克兰士兵蓄意射杀 可能试图投降的军士兵 路通社称联合国官员此前表示 应该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乌克兰副总理奥利加斯特凡尼什纳 在参加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期间说的 当然乌克兰当局将调查这些视频 他19日晚上称 这些经过剪辑的简短视频片段 不太可能显示出俄方说法 俄罗斯官方18日表示 将基于发布在Telegram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的 这些视频片段展开刑事调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称 视频显示乌克兰士兵在处决俄罗斯战斧 他要求国际组织谴责乌方质疑令人发指的罪行 并进行彻底调查 俄国防部当天也发表声明称 有视频显示乌克兰士兵蓄意射杀于10名俄罗斯战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跟随者 必须为此接受历史的审判 美联社称上述视频片段无法得到独立证实 目前尚不清楚视频拍摄的地点和时间 但有俄罗斯媒体称 视频是在卢干斯克地区的马基夫卡村拍摄的 乌克兰军队本月早些时候宣布重新控制了这个村庄 不过美国纽约时报称已经核实了这些视频的真实性 这些视频最初是由乌克兰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的 并以此来称赞乌武装部队的军事实力 宣传乌军夺回了冲突初期被俄军控制的地方 该报指出视频显示的事件发生在乌克兰军队 11月中旬夺回卢干斯克地区马基夫卡村之际 通过将视频内容与卫星图像进行比较 纽约时报称 以证实这些视频的拍摄地点是在马基夫卡村的一个农舍 其中一些视频是11月12日 一个亲乌克兰的社交媒体 Telegram频道发布的四段无人机视频中的一部分 该频道提到了乌军重新控制马基夫卡村的消息 该报还证实其他航拍视频也是最近在该村拍摄的 美联社称乌副总理斯特坎尼什纳在回应此事实称 乌克兰军队对处决任何人绝对不感兴趣 而且已经收到直接命令 要尽可能多地带走战俘 以便在与俄罗斯交换战俘时可以用他们进行交换 纽约时报提到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马尔塔乌尔塔多18日告诉路透社 我们得知这些视频正在调查 对无战斗力人员处决的指控应立即充分和有效地进行调查 并追究任何犯罪者的责任 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也呼吁进行进一步调查 其在发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说 该机构已得知这段视频并且正在调查 我们重申我们的呼吁 所有这类指控均应得到有关当局适当和迅速的调查 当被问及乌克兰政府是否会允许国际调查时 斯特凡尼什纳说我们会看到的这没有问题 美联社提到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负责人 马蒂尔达伯格纳近日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俄乌冲突中涉嫌实施一些虐待行为 伯格纳称 我们收到了可信的指控 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对失去战斗力人员急决处决 此外还有几起酷刑和虐待案件 我们下期见